今天經濟午餐的節目 繼續有我何文傑和楊以晴 我們客席的主持 Hello 大家好 和大家一起繼續經濟午餐 以晴我知道你在大學 聽演講有很多高官名人來演講 今天有一個曾經你聽過的演講嘉賓來到現場 是 她就是立法會議員陸項文 Hello 大家好 兩位好 陸項文Benson就是立法會選委界別的演員 你去過以晴學校演講 沒錯 以晴評一下分 嘩 很大壓力 因為上次是Zoom來的 所以見不到真人太可惜了 上次演講你有沒有掛機的 你有沒有聽聽的 我沒有 我有聽的 尤其是三頁三政三官 是有座功課 果然是演講動聽才記得你的三頁三政三官 謝謝 三頁三政三官 都是我一直競選以來的指軸 除了過去我們特區政府青年的方向 主要都是由我們前任特首林太的三頁三政之外 其實我也覺得三官 培養我們年輕人的國家觀 生涯規劃其實都很重要 所以一直流下來都是講三頁三政三官 資訊台的聽眾未必跟開 可不可以跟我們詳細解釋一下三頁三政三官是甚麼 三協三政其實就是我們過去上一屆政府青年的發展方向 三頁的就是我們學業就業和置業 三政就是我們的議政論政和參政 所以你看到其實都是一個階梯的概念 當然三官特別是在我們2019年發生了黑暴 還有很多不同的動亂之後 其實三官我覺得在青年人上都需要的 就是他們的人生觀、國家觀和世界觀 當然我們現在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席 在7月1號重要講話之後 也都將青年的發展方向定調了 其實Raymond 因為我們現在習主席的重要講話裡面就說了 即是由加到四頁了 即是我們的學業、就業、創業和置業 所以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不同的重要講話學習會 我們裡面都其中說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在整個重要講話裡面 就是一個叫做時間邏輯 即是無論在整個一國兩制 或者在我們偉大復興的紅樓裡面的時間邏輯 但是我又縮龍成串 看到其實在主席提出這四個業裡面 其實都是一個時間邏輯 我們先要讀好書 即是做好學業 做好讀好書 我就可以就業了 即是有一份自己覺得 都挺合心水的一個工作 你可能做了幾年 有些經驗了 咦?創業? 有得想 是不是? 創業 即是你工作上面都不錯了 有自己的成就 在發展上 不如買樓、置業 所以我相信整個主席重要講話裡面 那個時間邏輯的幾個元素 都貫穿在他整個重要講話裡面 以前是年輕人 你收不收課 在三業、三政、三官 你最印象深刻是哪一點呢? 三業 當然是學業、置業和就業 因為影響著將來人生比較多的價值觀 但作為年輕人覺得現在香港最難的地方在哪裡? 最難? 應該是向上流動 其中一個青少年最難就是向上流動 那陸議員怎樣解決這個向上流動的問題? 向上流動這個青年發展方向 都是我們現在 剛剛他們 他上了二十多天的新任特首 李嘉超特首的競選政綱 其實我認為增加向上流動的想法 跟三業、三政、國家主席說的四頁完全是呼應的 因為我們以往說三業、三政、主席說的四頁 其實是一個不同的範疇 發展方向就是四頁 嘉超特首說的是向上流動 是一個橫族和中族的概念 所以我相信第一件事 就是青年人想向上流動 大家一定想到是否升職加薪 但是我近來都跟很多青年人 青年不同的群組都談過 其實向上流動 對於他們的概念 可以看看你覺得是不是這樣 他們說很多就是希望增加他們對未來的選項 例如說我在升學上面 可以增加多些選項呢? 我在就業上面增加多些選項呢? 所以我跟他們談的時候 他們就說其實可不可以 例如當然我們以往做了很多實習交流 讓他們確闊視野 但是他們說了另一個 我也覺得都應該和工商界一起做 就是生產業 譬如說他們現在我們在說數字經濟 無論是我們那些加密貨幣也好 譬如你說KOL也好 其實現在大家很多時候都是中途出家入場 但是如果將剛剛說這些新興的行業 或者產業 變為他們真的一個事業或者創業的方法 很多時候其實工商界有很多前輩 或者很多不同的大企業 真的可以埋位幫到手 給他們多些實習 給他們多些經驗 讓他們都知道原來哪些事是可行的 原來又差點幾天 所以我相信在整個青年人向上流動 這個概念當中 其實工商界的角色我相信是絕對有的 工商界可以推動經濟活動 亦都可以製造一些機會 年輕人去吸收經驗 即向上流動都要先裝備自己 沒錯 都要有些人生經驗 除了學位之外 怎樣待人接物 怎樣處世 但是作為你很關注年輕政策 你覺得新一屆政府有什麼特別期望 尤其現在施政報告公佈了 10月9日 會有全面公佈了 未來五年的歐勒 會不會這段時間都欠計 青年政策在施政報告有什麼新由 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從今屆新政府 就重組了不同的政策局 當然我們以往的民政局 就變為現在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所以我相信在青年界別 對於這件事 一來就很興奮 真的很興奮 第二 就真的期望真的很高 因為我們過往青年事務 就真的放在民政事務局下面 其實就很多時候都不是很priority 但是現在的顧名就施議了 即是放在青年事務局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一真的要有方向 二真的要有成績表 所以其實局長在這幾天的訪問裡面 都說其實是將會有一個青年藍圖 在今年年尾 我相信我一直在議會裡面 可能Raymond也知道 我們過去小弟都倡議 就是真的要政府和青年 有直接的溝通 直接的交流 所以我們都看到 其實局長也好 現在的特首也好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場 他們說 在社交媒體又看到 我們也看到很多青年人 其實在社交媒體背後 很多都看到都擺不及那麼多 所以我相信他們開頭 我相信是開得好的 因為跟青年人直接交流溝通 其實我們都會釐清很多青年人的想法 譬如我舉個例子 我們過去十年都說 青年要置業買樓 很多大人 青年都這樣說 很多大人都想 其實以為我們是要結婚生子 所以要房子 以為我們是要自己空間 要房子 但他們跟我說 其實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要買樓 是為我們的退休保障 特別是他們會扎根香港 他們不走的了 我們移民的全部都不想 那為什麼這樣說 他說很簡單 你NPF計算下去 在他們65歲退休 如果他們繼續租樓 加上他們的日常開支 基本上 NPF除開 所以他們說 如果我們買樓的話 我們65歲退休 我起碼不用擔心 住的問題 租的問題 每個月有多少 就多除消保 去花多少 所以這一個 我相信近一兩年 大家都覺得 原來我們年輕人 想得很長遠 很周密 所以我們都不禁 我們在立法會之前 其實我們都有討論 例如強積金 是否可以有其他的用途 例如參加新加坡 所以知道青年人在想什麼 我們才能夠對政效益 做到我們的青年法治男徒 我一直都說 強積金是強迫金 你限制了一個使用用途 例如說兩夫婦 年輕夫婦 拿些強積金出來 可以做首期 你限去買巨額 或手指盆 什麼都好 你可以限去很多東西 但早知道 你拿出來 那裡可能是幾十萬 對 你可以助一助力 去解決上樓問題 那二層樓可能 你限去不給他幾多年賣 那這裡我們 一會兒回來 和陸汗文議員 繼續講一下 青年政策 未來看看如何走勢